方才精力配备调整的SUPER ROOT WRX 推出了2018年是最新的车型 借用重新设计的外观 以及再一次调校精进的底盘 建构出了更加出色的性能实力 同时也针对内装的材料隔音进行优化 就连安全系统也从预防出发 建构出更具全面的防护等级 虽然没有如同预估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改款进化 但是就小改款而言 2018年是这车型也展现车相当诚意 SUPER ROOT 2018年WRX赋予更强性能 更舒适的乘坐品质 以及更安全的配备升级 日前SUPER ROOT发表WRX的小幅度更新版本 里面均赋予更多新意 包括了较具攻击性的车筒造型 强化悬挂以及改善操控 还有舒适性 此外还有新的RECARO的跑车座椅 纳入选配清单的iSight驾驶辅助技术 内装材质升级以及隔音改善工程等等 在跳脱IMPRESA成为了独立车型之后 WRX以打造自家运动气势为核心 经设计师翘首变得更为霸气 在WRX Limited的身上 有新设计的LED转向车灯 有效改善夜间山路弯道的电视度 另外WRX全车系均更新了汽车顶架 动力输出方面WRX采用可输出268匹马力的 2.0升排气量直喷涡轮增压Boxer发动机 还有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和主动式扭力分配装置 车系将六速手排变速箱纳为标准配备 同时买家也可以选购 Sport Lineartronics DVT自排变速箱